欢迎大家来到环华十年 我们即将迎来对我个人来说 一次非常重要的挑战 连续徒步十天 在没有后援 没有其他的保障的情况下 我们即将要连续徒步十天 我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长的徒步线路 最长最长也就走过七天的线路 我们上前面徒步卡拉斯的视频发出来以后 也有同学在说 想了解一下我的背包里都带了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借此契机就来讲一讲 因为这次连续徒步十天的活动 对我来说也是从我有过的一个挑战 那么十天的东西就光吃 连续十天的食物 也是一个考验个人携带 取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看看 我们的背包里到底都放了哪些东西 我们就先从我们桌上的东西开始讲起 一件一件开始讲 讲完我们就把东西拉开 那这个不用介绍 这个是登山杖 我买的登山杖是碳纤维的 碳纤维的登山杖会比较轻一点 强度也比较够 像我们一般便宜的登山杖都是铝合金的 像这次我又重新去买了两个充电宝 两个 一个是2万毫安的 一个是1万毫安的 为什么要买两个呢 因为10天嘛 你首先你在路上 你肯定得会有 像我个人呢 也会拍摄记录沿途的旅途 那这些东西肯定是必要的 那还有这个啊 电能的话 还有这个 太能板 但太能板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你把它摆在这里的时候 你把它对着太阳的时候充电效率很好 这个倒是20多瓦 好像是22瓦还是20几瓦 那当你把它挂在背包上走动的时候 它其实它的充电效率并不是很好 所以充电宝还是很有必要携带的 而且我们这次打算携带两个 总共是3万毫安 那这个呢 是我们在野外户外 或者说登山的时候 做饭用的炉头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小 因为我们徒步的时候 就不太适合去携带那些大型的炉头了 虽然那个炉头会比较稳 放锅这些都比较好 但是因为到户外嘛 我们尽量所有东西都是越清越好 那这个呢 就是它配合它使用的气罐 直接把它拧上去以后 那就可以点火 烧饭了 我们这次呢 准备是携带 因为10天的时间嘛 准备携带两个气罐 两个 这个呢一个是230克 两个呢就是460克呢 已经将近一斤的重量了 那像一般户外的 大家用的会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铝合金的套锅 铝的东西它有个好处就是比较轻 热传导效率也比较高 但是它有一个坏处就是铝的东西 它会你长期使用的话 它会释放毒素 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以前也是用的铝的套锅 后来我就把它换成了不锈钢的 另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大家可以买钛合金的 但是那个东西会比较贵一点 我昨天也在户外店去看了 想想那个钛合金的这边户外店是卖400多块钱 网上卖300多块钱一个一套 我后期可能也会换一套那个东西 这是我们的吹锯 所以吹锯就是这三样东西 那这个是什么呢 防水带 像我们一些重要的电子产品 还有一些不能进水的东西的话 就会用这个把它装起来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路线 还会有涉水路线 有很多条河需要过 有很多东西需要涉水 所以防水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投金 那也有很多同学在说 你们怎么到那边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会把脸给蒙起来了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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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边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 大家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到外面去连续晒个几个小时 保证你脱一层皮 如果你想试验一下的话 所以到这边的时候 或者说户外的时候 这个头巾是魔术头巾 是各种用途的 也可以把它当成帽子来用 也可以把它当成洗脸的毛巾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面罩 防晒的面罩来使用 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功能的 一般玩户外的人都会戴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睡觉的气枕头 我一般也会戴上一个气枕头 睡的会比较舒服一点 其实这个也是没必要的 你可以拿自己厚的外套 重逢衣这类的来电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雨衣 因为我们到这边来的话 是高海拔地区 我们这次走的这个路线 叫做廊塔C加V线 也就是廊塔的C线加V线 加在一起 全程总共有180多公里 要翻越4000多米的牙口 要翻越好几个 这边叫打板 要翻越好几个4000多米的打板 还其中还要 突破到它那边的冰川里面去 所以这边呢 这个东西到了山区的时候 会经常性的下雨 下冰雹的情况 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多的 非常常见的 所以雨衣啊 这些雨具 防雨的雨具 也是很有必要戴上的 那这个自然不必多讲 这个是帽子 这是我昨天去买的 另外一个户外的帽子 户外的帽子呢 会比较薄一点 大家最好买一个透气一点 然后前面的这个压舌呢 最好也能够长一点 能够遮住脸上一点啊 帽子是最必要的 有些女生到这边来的话 她们可能不太喜欢用这些东西 物理的防晒 都喜欢涂点防晒霜什么 其实物理防晒肯定是最好的 防晒商肯定没有这些好 最好能够戴上物理防晒的 那这个是什么的 这个是羽绒服 压缩的羽绒服 那我们登山的时候 也会带这个东西 那这边是一个洗漱袋 这里面我带了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各种各样 凌凌碎碎的小东西 比如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各种药品 那像有消炎药 止痛药 感冒药 还有止泻的药 这个是蒙托食散 就是各种常见的药 像一般的我们就喜欢带这种的 这种它就会好一点一个小小的 像这种的它会有时候它就会坏掉 时间久了如果你不动它的话 药品这个是一个必须的 这里面还会带一些 我个人的习惯性的 丝纸巾 这个是卵宝宝 干纸巾 干纸巾肯定不止这一包 我们后面可能会装 10天的时间至少要装 5-6包以上吧 5-6包纸巾以上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些 还有各种线材 像手机充电的线材 我也会多背两条 以免因为我们到户外去的话 基本上都是靠GPS导航 手机的GPS 我们并没有买专业的GPS 那个GPS一个是比较贵而第二个是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现在的GPS的话 手机的GPS就很好用了 我们会在手机里面下好专门的GPS轨迹 和它的离线地图 因为到户外的话 很多同学经常在问有没有信号 有没有搞个直播 大家不要去这么 千万不要这么想 我们一般去徒步的路线 咱们就默认它是没有信号的 完全默认它是没有信号的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信号 我们都是第一次去 我们都默认它没有信号 一般像这种情况 肯定是没有信号的 连续走10天的情况肯定是没有信号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上面是一个多功能的 一个包含的口哨 温度计指南针 还有另外一个隐藏式 隐藏式的打火石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 指南针的重要性自不必讲 虽然我们用GPS了 但是指南针还是带着以防万一 那像我个人还喜欢看它的温度计 因为温度的话就可以 尤其是到了这边的时候 高海拔地区的时候 因为它天气多变嘛 就怕它温度骤降 我们人它没有感觉 因为我们在剧烈运动 高强度的负重下在剧烈运动 我们没有感觉 甚至感觉它会越来越热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失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今年年初的一个新闻 就是甘肃那边 举办了一个越野跑的比赛 结果国内的 有一批国内的越野跑的 顶级的一些大神 结果在那边给出事了 给冻死掉了 很多人很奇怪说 这个大夏天能把人冻死啥情况 因为它那边突然天气突变 下雨下暴雨 然后那些越野跑的拳手 因为都是青装嘛 就没有去厚的衣服 也没地方避雨 然后就因为为了夺得好的名次 就冒雨前进 因为人在剧烈运动的时候 然后又在外面又在下雨 然后又在刮风 把你身体的热量给带走了 然后人就活活给冻死掉了 这个冻死就不是咱们理解 突然下雪了 冰雪把人冻死了 而是失温 而是风把身体的温度给带走了 失温的情况 所以温度计我有时候会经常性的看一看 那这个呢是什么呢 一次性牙刷 因为连续10天不刷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有多难受 所以牙刷一般会带上 那这个呢是水壶 运动水壶 选择比较轻一点的运动水壶 这个是塑料的 它也可以耐高温 可以到100度的高温都没问题 那这个呢是浸水器 大家看我的视频的话 看的比较多的话 我们以往的户外节目当中 也有用到它 那这次呢我也把它拿回来以后 彻底给它试验了一下 这个东西它的 这个东西它到底它的能力是怎么样的 我们这次也把它测试了一下 带颜色的这个饮料拿来过滤一下 结果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 这个东西的过滤效果到底怎么样 按照它的宣传介绍的话 含泥土的这些浑浊的水 都可以把它过滤成清水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们这次为什么拿来测试它 过滤饮料 带颜色的饮料就不成功 没什么效果 那这个呢是头灯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很像我们去露营的时候 有时候万一走到晚上的时候 去砸帐篷或者什么的 这个都有必要的 那这个呢是营地灯 一般挂在帐篷里面的 帐篷炸好以后放在帐篷里面 找名的 另外这里还有手电筒 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 强光手电筒 那这里还有一个 也是桌上最后的一件物品 就是军刀 多功能的军刀 包含什么螺丝刀 什么东西锯子 还有啤酒开瓶器 这里面还有镊子 这个都有 就是各种各样的工具 像我一般呢都会戴上这个 因为到野外的时候 你有时候万一要搁个什么东西 搁个绳子什么的 这个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讲 其他我们桌上摆不下的东西 像我这次的鞋呢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要过水 我这次会戴上两双鞋 那这个呢是徒步鞋 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都有介绍到 这个呢是啥 我新买的一双树膝鞋 什么叫树膝鞋呢 就是它鞋子里面会有很多的洞 你看看 因为就是跟着吸水走嘛 去走吸水的鞋 它下面就会排水 有排水的孔洞 有很多的孔洞 然后它这个面料呢 也是很薄的那种 很容易干的 就是涉水鞋吧 这是我这次新买的哈 那这个呢就是徒步鞋户外鞋 这次为什么说有同学留言说 让我来讲一下这个户外的设备啊 什么之类的 他说他们以前看其他人讲解设备呢 都会变成一个装备的一个炫富比赛 他也就在讲啊 个人的设备有多贵多贵啊 什么动不动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多少钱上千几千块钱 那像我这个鞋呢 树膝鞋呢 这个是一百八十块钱 但是这双鞋 大家可以猜一下多少钱哈 呃 呃 这个东西啊 怎么讲呢 就是呃 户外的东西呢 说实话啊 是如果你要去追求一些好的品牌的话 确实是会比较贵一点 其实也不是说那些老女友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女友就是在炫富 不是这样的哈 就是呃 没办法这些好的东西 他真的就是一份钱一份货 像我这双鞋呢 呃 我记得好像是一千二百多买的哈 这双鞋 已经买了 好像是三四年了吧 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份钱 确实可以穿很久 大家可以看它的质感现在还都是好好的 那这双是新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比一下 像我以前也买过很多便宜的鞋哈 像探路者的 好像我记得一双是四五百 结果一双就穿 可能 可能不到一年 然后就报废了 那这个是鞋 呃 说到了鞋呢 我们接下来就该讲服装了 然后这次我会带什么样的服装呢 那到户外呢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专门的户外的 像这个裤子呢也是树干裤 啊 薄的哈 像我这次去徒步卡拉斯的时候就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 我带了一条厚的裤子 然后也没带薄的裤子 因为我担心山里面冷嘛 结果我去徒步卡拉斯的时候那边真的是热死了热死了把我走得非常难受 结果我后面我就穿了自己的那个跑步裤 因为当时的哈 我就怕太冷太冷 我说我到时候把跑步裤夹到里面 结果是太热太热 到最后我只能穿跑步裤 那这种裤子呢 都是户外专门用的树干裤哈 他的布料都是树干的 那这次我打算只带两条薄的树干裤 这个也是树干裤哈 衣服呢也是专门的树干的衣服 户外的树干衣 戴两件树干的衬衫哈 还有一个其实大家有时候比较忽略的就是树干的内骨 其实大家到户外的最好是戴树干的嘛 因为怎么讲呢 连续走好几天 你如果是那种棉了的话就 啊 你大家懂那种感受吧 它会粘在你的身体上 久久不能干 那 这呢是我的帐篷 我这个帐篷呢是一个国产的品牌之类 我记得好像是三百多块钱买的 已经那也就是五年多了 六年的时间了 这是我的帐篷 这是我的睡袋 睡袋呢其实我有两个 一个薄的一个厚的 但我还是打算带厚的 薄的那个的话我怕不够用 不够用 那厚的这个呢大家看啊 怎么那么大一个呢是不是 是不是要 这个东西怎么背的怎么塞进背包呢 其实我们放这个睡袋的时候呢 是要死命死命把它压哈 我用我买的是羽绒的 它可以压到很小很小 到时候我装包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睡袋 那另外就是我的背包 这个背包的容量是80升 80升啊 那像走这种长线至少是 七八十升起步吧 哎我我就一开始就彻底买了一个大的 就是80升的 那我去哪呢 后面也都是背这个背包 那这个背包呢是 买了 好像是600多块钱在网上买的 户外的东西说实话真的是比较贵啊 像一套你买一套好的的话 像一个好的背包 像他们买那些什么小鹰的 动不动一个背包都接近 2000块钱 确实会比较费钱一点 但是一个好的背包确实可以用很多年 那户外的产品呢 基本上追寻一个原则就是越轻 越耐用的东西它就越贵 如果你单纯的追寻轻量化 但是它不耐用的东西它也没用是吧 一个比如说你一个背包 在随便一个石头上一秤它就破了 像我们到户外的时候 基本上也不太会去顾惜这些产品 如果到了一个地方 你本身就已经很累了是吧 你说我的背包还轻拿轻放 怎么可能呢 基本上我们就直接往地上一扔 彻底解放那种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它一定要很耐磨 然后很耐刮 那基本上我们这趟 所要携带的一些户外的装备呢 就是这些 那我一般呢还会带上摄影的东西 摄影呢 其实也不复杂 我一般呢会带上两部手机 一部手机呢 除了像我们刚才讲的 要负责去导航 负责GPS去定位 那两部手机 还有一部手机呢 也在上面正在拍摄着 这部手机是我用了很多年的 两部手机同时都支持IP68级的防尘防水 因为到户外嘛 我们很多情况是不一定的啊 所以最好是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 除了两部手机拍摄以外呢 我还会带上无人机 这是我今年年初才买的一台无人机 我的无人机呢是买的一个套装 总共是三块电池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呢 那接下来就是吃的了 吃的东西会占一个大头 像我一般的会 都会多带几天的干粮 比如说我走三天的路线 我可能会背五天的食物 那不走七天的路线 我就会背十天左右的食物 以防止出现意外的情况以后 迷路了或者你走不到这个地方了 或者体力跟不上了 你不必为了赶路去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所以我一般都会多背几天的食物 那像这个压缩饼干呢 是户外可以说爬过山的人 基本上都知道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抵饿 一块东西一块就够你 无论你食量多大 一块就绝对能够把 像这么大一块 绝对能把你撑饱 像我上次去卡拉斯背了好几块 结果我一块都没吃 这东西因为很难吃很难吃 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备用的干粮 另外的其他的像一些面包啊 但我这次还买了带餐粥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水一冲就好了 水一冲就可以当粥吃了 麦片 这个到时候主要就是早上给他 冲一个麦片吃一次 然后再吃点面包 这个是吐司面包 这是虾皮 到时候我们放在里面 小虾米 像这次来我还买了很多很多这种肉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西藏 有没有见到那边 旅游区路边有摆着卖的那种风干的牛肉干 那种一斤呢好像是一百多块钱 其实我想买那种 结果呢我这边转了一下 没看到那种肉干 然后我就在超市里面买了这个肉干 看第一眼大家是不是认为它是牛肉干 其实它不是 我看看配料后面写的是鸭肉 这是鸭肉做的 原料是鸭肉 去年我们到东北的时候 那边不是有个哥们在那边的特产吗 他就跟我讲 这边有些东西有些肉干 其实它不是牛肉的 它是鸭肉做成的 给大家以后也要留个心眼 不要去花了牛肉的价格 结果买到的是鸭肉做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牛肉的话 这样子一包可能要十几二十块 那鸭肉的价格呢 我们这次买的是六块钱 六块钱一包 我买了好几包 因为这么多天 连续的户外高强度的活动 能够吃点肉 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所以最好大家能够买一点肉 咱们也不管它是鸭肉还是牛肉了 哎呦能有肉吃也是不错的 那因为时间比较长嘛 十天的时间 大家想想 如果一天三顿的话 一天三餐的话 你想想 十天要吃多少餐 要吃三十餐 每一餐吃多少东西 那像我们这次买的这个 这个是小面 因为这次要连续走十天嘛 如果你去背米呀 背菜的话 真的会把人累死的 所以我这次买的都是 比较轻量化的东西 最好大家以后背东西 也是最好背轻量化的 就像上次我们去走卡拉斯的时候 我那个队友就说 他说他吃不下这些东西 他要吃好吃的东西 他像他还背的各种水果啊什么的 因为其实走像卡拉斯嘛 三四天可能还好 如果你走十天的话 你去背那些东西真的 你的背包多少斤啊 六十斤七十斤吗 这么背 那会累死的 而且这次要翻过四千米 海拔四千米的牙口 好几个啊 基本上就是你上到四千米 然后又下到两千多米 然后又上到四千米 就又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一天平均你可能只能走十来公里 十多公里 所以你最好不要去选择背那些重的东西啊 这个时候到户外的时候也顾不得去挑剔了 基本上能把你填饱肚子就已经是阿弥陀佛的事了 还去挑剔是吧 所以我都带了这些尽量是带轻量化的东西啊 像中午不方便煮东西的时候 尽量就吃这种面包干粮类的东西啊 在户外高强度的运动啊 我们不光要吃这种甜食啊 像这个势力架真的是甜的要死啊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可以快速飞护体力 所以我们虽然我个人非常讨厌吃这个东西 但是还是带了哈 那除了这个甜食以外呢 像这个紫菜包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里面有盐分 有大量的盐分 到了营地以后你给它冲一包一吃就非常好了 非常舒服 好了基本上吃的就是这些东西了哈 就像这个泡面这些 我们就没什么值得可讲的 基本上一般都会背一些啊 那还另外有个东西值得一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酸梅粉 为什么买酸梅粉不买葡萄糖呢 那其实我们到超市去逛的时候 原本打算买葡萄糖的 结果发现这个超市里面没有葡萄糖 结果我一看这个有个酸梅粉 一看它的这个配料哈 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葡萄糖 那为什么要带这个东西呢 大家都知道哈 我们在户外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以后呢 身体会大量的流失汗 流失汗了以后你就会不停的不停的喝水 如果你只喝白水的话 它没有任何的能量 只会导致你越出更多更多的汗 然后你整个人的身体啊 也就会越来越虚弱 那像这个时候呢 喝一些甜的带味道的 或者说功能型的运动型的饮料 就能够快速的帮助你恢复体力 这也是那些运动饮料主打的一个功能啊 所以我们这次呢 也带了整整一袋这个东西 准备到时候在路上冲水喝 就是这些东西了 准备开始装包 像我一般装包的顺序呢 是最底下一层是装帐篷 中间呢装睡袋 上面呢装一些吃的 最顶上装一些 像顶上它这个 因为像户外的背包嘛 它都有很多的包的 那顶上像还有侧面这些 比较方便拿的地方呢 就装一些要常用的 比如说像头灯这一类的东西 到了营地你要立马来用 结果你把它装在最里面 翻半天都翻不到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装在 你能够方便快速拿到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开始装包 那这一次呢不同的是 像我们以往呢 都是把防潮垫把它装在 装在背包里面的 那这次呢 因为我们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最好把防潮垫给它外挂 让中间让里面能够 能够装得下更多的一些东西 那这次我还是有一个目标 按照我现在的这个体能的话 不是一杯太多 尽量还是控制在40斤以内 控制在40斤以内吧 10天40斤 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所以为什么我这次会比较兴奋一点呢 我想这也是对自己这么多年 玩户外下来的一个总结吧 考验 其实玩户外的人都知道哈 国内最顶级的徒步路线呢 基本上就是在新疆这边哈 那新疆又最顶级的路线呢 就是狼塔这一条线了 10天没有后援的情况 又过很多的河 涉水过河 确实有不小的挑战 那是不是这条线有很多的危险呢 危险的东西对每个人的 接受程度不一样 那有些人可能爬个小山丘啊 有些的累啊苦啊是吧 那有些人人家登个珠峰啊 也跟人家常便饭式的是吧 虽然这种路线比待在城市 或者说待在家里要承担更大的一些风险 但并不代表咱们就一辈子就要待在舒适区里面 说话说 人类的战戈就是关于勇气的战戈 如果我们天天都待在舒适区里 那一辈子也就只能够庸庸碌碌 魔幻的是现在这个社会啊 有些人选择了平庸 还去嘲笑那些比你有勇气和魄力的人 试问世间的哪条道路 不是那些勇敢的理想主义者去躺平的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科研还是文化领域 那些敢于尝鲜 勇于探索 乐于挑战的人 永远比那些没有担当微微落落的人 获得更多的成就 至于这其中的风险 难道只有你看得到吗 其实像我们这种人 早就把生死自知度外了 说话说 向死而生 只有直面死亡以后 才能把今后的每一天都当成是赚来的 如果十天半个月后 我没有任何的消息 你们千万不要为我担心 我只是在那里找到了更好的归宿 2013年4月2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